哈囉,嗨,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收看我們的直播 開運十分鐘,一點你就通 今天的主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用姓名學來看 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另外一半的姓名筆劃喔 看他是不是來討債的 那麼呢,我是舒衡老師 那今天第一次來到這邊跟大家做直播 舒衡老師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公開分享按讚 那之後說老師每一次的直播 你都可以第一次第一手 然後就可以分享到了 然後我們每一次的命理的新知啊 都可以在第一手時間就傳播給大家知道 當然也歡迎大家跟老師按讚留言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老師 那我們的小編會用最快的速度 跟大家回答回覆喔 好,那我們今天呢 現在 嚴肅的時間 沒有很嚴肅啦 今天我們就當作是一個很開心的下午茶時間 但是呢,請你拿出你的紙筆 把你的另外一半的名字 拿出來好好的算一算喔 看看他是不是來跟你討債的討債鬼 好,但是呢 現在先請大家把我們的紙筆拿出來 來,把我們的紙筆拿出來了嗎 好,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這個名字 把它寫出來 來,那麼今天舒文老師要來看的 最主要的呢 是帝格跟總格 這個是帝格 這個是帝格齁 帝格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名字 最後這兩個字相加 例如說我們的範例 是叫吳美麗 那麼我們就把美跟麗 兩個字相加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帝格 那為什麼要特別看帝格呢 因為總括來說呢 帝格就是象徵我們的姓名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感情、家庭、婚姻的部分 那所以呢 這個帝格是一定要看的 那所以現在先請你把你的另外一半的帝格 把它找出來 再來呢 我們還要參看的一個地方 叫做總格 總格在這邊 總格就是這五美麗 三個字加在一起的 那麼這就是我們的總格 那為什麼一定也要看總格呢 因為總格代表了我們一個人 一生的總運 也就是說呢 雖然啊 它影響我們的感情 沒有像帝格這麼的嚴重 但是呢 它就是會影響到 我們這一個人呢 這一生的表現 我們在意的地方 或是我們給別人的感受 這也都是總格 會展現出來的筆劃的特色喔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的就是 帝格加上總格 好 那我們給你們一點點時間 讓你呢 把另外一半的那個 的姓名筆劃好好的算一下 然後舒芬老師來看一下 現在有誰來了 嗨 惠惠 夢玲 艾艾 麗華 彥慈 美玉 這是Echo嗎 還是Echo 好好 謝謝你們來 然後記得記得要幫老師 開始公開分享按讚 然後最好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之後呢 每一次舒芬老師的直播 都可以跟你們第一手新鮮的線上喔 現在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來看看 你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 來跟你討債的喔 深呼吸 好 戴上安全帽我們要來了 好 好 看我嚇得手都滑了 好 在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舒芬老師為大家總結了 這四種呢 不一樣的討債類型 那麼呢 大家看到之後啊 先不要急著落淚 好 也不要先急著感嘆 也不要覺得說 我哪加不到人 沒有關係 因為凡事有法必有解 所以舒芬老師等一下呢 會告訴你 雖然狀況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我們事情會怎麼發展下去 這個故事呢 會怎麼演下去 最後我們可以怎麼收尾 或是最後我們要怎麼對症下藥 然後舒芬老師都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請你一定要鎖定頻道 不要離開喔 這十分鐘 讓舒芬老師好好的陪伴你 讓你度過一個非常有收穫的下午 好嗎 嗯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下看 來 從另一半 所以重點是誰 是另一半喔 不是你自己 不要自己算得很高興喔 是要算你的另一半 那你的另一半姓名來看 他是來討債的嗎 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人他來討債 他來討什麼債 他是一個感情丸比較大的人 比較容易變成外遇劈腿咖 好 這樣的人的筆劃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地格跟總格齁 十三話 十四話 十五話 十七話 二十二話 二十五話 二十九話 三十一話 三十二話 那這樣子的人 他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第一個呢 他會怎麼樣 他容易比較介入別人的三角戀愛關係 不是因為他很愛當小三 而是因為他太相信自己了 他覺得呢 別人一定就是喜歡我 譬如說樓下的小妹問我說 欸大哥 今天晚餐吃咖哩飯 你要不要順便叮一盒 他可能就覺得 他在暗示我了 他一定是喜歡我 這樣子的人呢 他真的是不知不覺 就成為了介入別人戀愛的那個外遇咖 那有的時候呢 他就會比較容易像是 嗯 再莫名其妙成為小三 莫名其妙成為第三者 那他會跟你講 沒有辦法 我也是無奈的 我愛上了 那我能怎麼辦呢 好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會很痛苦 那麼身為他的另外一半 請你一定要記得 時時的提醒他 你沒有那個人到啦 沒有人那麼多愛你的啦 或者是呢 他有的時候對著手機在微微傻笑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他在跟別人在聊些什麼 或在跟誰聊天喔 好那像這樣子的呢 如果姓名裡面齁 如果姓名裡面 男生的話 有宗憲、志豪、健文 如果男生有這幾個名字的話 你就要更加更加的注意了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是靜宜、惠君、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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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然後施婷 然後施婷或是御婷 如果是這幾個姓名筆話 又對眾的話 那麼機率仿佛又更高了喔 所以身為他的另外一半 你既然知道他有這樣奇怪的個性 你就要幫他好好的把關 他的人際關係喔 再來我們來往下看 就愛佔便宜 討債伸手牌 也就是這個人呢 他在你的身邊的時候 他對你什麼會造成影響 就是財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格總格呢 是7話、12話、16話、18話、23話、34話、36話的人 如果呢 你的另外一半 他的筆畫 剛好有這一些的話 你要比較小心 就是他會很自然而然的跟你伸手要錢 他跟你伸手要錢 就跟吃飯、喝水、呼吸、空氣一樣那麼的自然 比如說他去買珍珠奶茶了 就65 親愛的珍珠奶茶65 然後你就很自然就把錢給他了 親愛的懸吊包包20萬 他這一切他都伸手得很自然 可是呢 就是因為他的態度太自然了 你好像不付也怪怪的耶 所以這樣子的人 他就是來跟你討什麼 討錢債的 那像這樣子的 如果你要跟他已經成家立業 或者是你已經跟他成為穩定生活的另外一半 那麼我希望你在付錢 或者是跟他在培養經濟觀念的時候 你們要有一個比較一致的價值觀 就是譬如說譬如說啦 今天呢 最好你們兩個各自的收入 那你們有存一筆共同的生活基金 那很好 那生活基金之外的 譬如說你們給對方各自2萬塊 或是1萬塊的生活家用這樣 就是把錢說得很清楚 然後不要讓他覺得 既然我跟你在一起了 我就可以無限上綱的跟你討要 我想要的零花錢 那麼對你來說 我相信就會是生活中很大的一個負擔 還有呢 請你請你一定要記得 收起你的聖母情懷 不要覺得照顧另外一半的 飲食起居 吃喝 那兩個字不要講 好 都是你的義務 不是喔知道嗎 不要你知道其實很多啊 我們都是把另外一半寵壞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這個金錢觀念呢 一定要掌握好 甚至培養好 再來跟你討債的 這個人呢 他的性格超強勢 而且呢 控制欲很強 所以是隨地 自己都覺得是霸道總裁在世 好這樣的人呢 他的地格總格 什麼特色 他是9話11話 19話21話 跟37話喔 好那像這樣子的呢 第一個 他對你的掌控欲非常強 他覺得呢 你每一天 在哪裡 吃什麼 玩什麼 跟誰出去 跟誰交往 跟誰聊天 都一定要跟他報告 他呢 就是解你的什麼 解你的自由 他跟你討的債是你的自由喔 所以你跟這樣子的人 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像呢 要聽他的話 默默的 你就被他巡養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要你做這些ABCDEF 甚至他慢慢就會告訴你 過年不能回家 過年要到我家煮飯 給我爸爸媽媽 和給我的姐姐妹妹們吃 你就會發現你的生活 24小時都被他控制了 這真的是來討債的齁 我真的是活生生欲見 就是來 蘇文老師這邊論命的 好幾個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都說的 一邊流眼淚一邊哭啊 就覺得說 他好像在婚姻的牢籠裡面 但是其實蘇文老師 也要跟大家 好好地聊一聊 為什麼 因為這個呢 就是你一開始呢 軟頭親骨 然後被人家親門打乎習慣了 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他的姓名筆劃 就是這樣的時候 你跟他一定要約法三章 例如說 該是你的時間 就是你的時間 該是你的權益 你一定要掌握好 你不能隨波逐流 傻傻的一開始談戀愛 對方說什麼都好 然後叫他要 他要你報備行蹤 你也都好 然後久而久之 他就覺得呢 你就是他的 你做這些都是應該的喔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掌握住 好什麼 尺度 好 那我們再往下繼續看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 他的姓名筆劃 地格總格 有10話 20話 24話 27話 28話 30話的話呢 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來討的債啊 就是 他的感情比較挫折 為什麼 他太自戀了 這個舒仁老師也是深有所感 好 這個自戀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他就會覺得啊 嗯 不是說全世界人都愛我的那種自戀 他是比較那種 覺得我好可憐喔 然後你們就是要來照顧我啊 你就是要好好的對待我啊 譬如說 別人歌傷了 貼個OK棒 就可以繼續上場 對不對 他不行 他只要割傷了 我就要去醫院急救 我要去打破傷風 然後呢 我在醫院 你就是要來陪我 你就是要來照顧我 然後你馬上要去幫我 申請保險經理陪 好 就是這樣子 他其實淡淡的帶著一種公主病 那或者是王子病 那就是因為這樣其實不好搞 他有點難相處 因此呢 如果地格總格有這樣的人的時候 他的感情比較多挫折 不是因為他天生就很挫折 而不是 是他這種王子病跟公主病 會害得他的另外一半 覺得跟他在一起生活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呢 別人是那個 就是真的 我就我也遇過這樣子的一個範例喔 就真的是 他人家只是燒燙傷 不小心拿一個水泡嗎 那通常我們有一個水泡怎麼樣 可要不就刺破 要不就忍耐 日子還是要繼續過嘛 對不對 哇我那個朋友他的另外一半不是喔 真的就是跟你講說 他要到送到什麼燒燙傷病房啦 然後他要怎麼樣怎麼樣啦 然後因為受傷了有黑色素沉澱啦 他又要吃什麼杏仁粉啊 喔我告訴你那個 有夠多有夠多美港的 後來我們大家都勸他說 你趕快分手 因為這一個這種另外一半太可怕了 好他就是這樣子的那種自戀的 覺得自己是小公主小王子的狀態 會讓另外一半照顧他覺得非常的辛苦 那但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你已經結婚啦 你總不能說 欸老師我要換另外一半 當然不可以好不好 但是你要怎麼樣跟他相處呢 第一個你要培養他獨立自主 好好照顧自己的能力 還有你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人家電話一打來一跟你挨 你就好好好我馬上到 你要告訴他說寶貝來沒關係 我現在很忙 我告訴你你第一可以怎麼做 第二怎麼做第三怎麼做 你就不要當那種隨摳隨到的 你要好好的呢訓練他 長大成人知道嗎 讓他成為一個可以照顧自己的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好所以今天呢 舒文老師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由另外一半喔 不要自己對號入座 從另外一半來看 嗨文心 孟真 Jacky 河岸 千惠 彩琴 紫芸 謝謝你們來 好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想要問的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相信我們勤奮美麗可愛聰明的小編 一定會馬上呢 給大家一些還不錯的回答 好 那麼呢今天我們的 差不多嗎 好漂亮喔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好開心這十分鐘 那麼也謝謝大家 裴舒文老師陪伴我 度過這個美好的十分鐘 那大家記得要幫舒文老師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開運十分鐘 一點你就通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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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